这个法门容易去 但是很难相信 黄年老 在《静修节要报恩摊》里头 说得非常非常清楚明白 这本书你从头到尾 能够看上十遍二十遍 我相信 你对于黄年少老句子 不可能没有感恩的心 他太慈悲了 太难得了 为我们讲得这么清楚 讲得这么明白 我们听真听懂了以后 对佛法 对静宗 丝毫怀疑都没有了 修学 才能上轨道 如果不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 你还有疑惑存在 你这一生跟阿弥陀佛交个月 你决定不能往生 你出不了六道轨道 来生来世还要搞六道 那六道里面 你用什么样的心态 待人接福 如果是世修 自私自利 共高谋慢 用这种心态待人 你就跟人 借下冤仇了 冤仇借下来 往后 生生世世 无量解忠 渊渊相报 没完没了 苦日子多 怎么过 所以希望同学 真的要搞清楚 搞明白 要断习 要生心 对佛有信心 这是真正敬佛 真诚共见 对佛没有信心 没把他瞧得起 认为佛不如别人 念了 讲得很清楚 这个世间很多 外道 包括一些气功 他也有一点小痛 能帮助你 你哪里有疼痛 他给你念念咒 给你摸摸 你就好了 你就在这个 佛菩萨比不上 你心心想想 他有没有本事 帮助你 脱离六道轮回 有没有本事 帮助你 往生极乐世界 没有啊 小的神童把戏 就把你欺骗了 让你对 那把他气 信愿痴迷 无比殊胜地打法 神情慢心 这一生 遇到了 不能拯救 这在冤枉 如果真高清楚 真高明白 万云放下 记住 海贤老河上的一句话 好好念佛 成佛是真的 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成佛 这是真的 其他的 全是假的 不要说你一生 一百生 一千生 一万生 无量生 你也找不出 出轮回的办法 为什么不相信 真可怜 业障 怎么这么重 你要问我 我业障重 怎么消除 老师念佛 就消除了 那你看海贤老师 师父教他一句佛号 祝福他一直念下去 那一年他二十岁 我相信他不超过二十五岁 三年 五年的时间 得功夫成品 得功夫成品 就有条件 往生了 你受命 你受命到了的时候 阿弥陀佛一定来 接应 你往生 佛的话 真实 恳切 决定 没有妄语 我们为什么不信 那这个世间 还有许许多多 千尝挂肚的事情 那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用错了心 抓住佛号就对了 自己决定成就 那你也能帮助别人 建立信心 让他也能成就 你的功德就大了 宋一本里面说的 所有社方 一切佛察 诸菩萨众 文我名号 印实证得 极尽三无地 立刻就这样 这是说菩萨众 不是我们凡夫 我们凡夫 如果说是 闻 阿弥陀佛的名号 深信 发愿 求生 净土 灵明重视 阿弥陀佛 必定来寄引你 到基督师 这是我们这一号人 我 经常讲的 要记住 那是菩萨 那不是凡夫 不是阿罗汉 是菩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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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